下锅油炸要做的是奶香红梨粿 把两面煎得有点嚼嚼的 就能成盘上桌了 这粿里头的红梨 因为营养价值高 被封为古物界的红宝石 盖子成分非常高 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那它还有丰富的纤维脂 再加上它的花青素 也因此红梨近几年 成了饮食界很夯的食材 其实红梨叶也能吃 而且能做出多种料理 高温汆烫个两分钟 把水沥掉之后再撒些花生粉 这样一道美味的红梨叶就完成了 另外也能跟天妇罗混一起油炸 做成梨菜天妇罗 也能汆烫搭配东坡肉一起吃 还能做成水饺成了梨菜圆宝 有台东的业者就推动了 一个多元红梨生产计划 将红梨菜推广上市 第一站就来到了高雄 在知名大卖场里上架 让民众不用跑台东 就能买到产地的红梨跟梨菜 现场教的几道梨菜料理 烹调过程都很简单 也很适合当年菜来端上桌